欢迎收看人人都能学会ETF系列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Smart ETF四月份的月报 那以后我们在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节目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今天为什么又又不在 跑去休假了 所以呢我就只好帮他担起这个主持人的责任了 不过大家不用太想念他 他下个礼拜就回来了 那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是在俄乌战争风云下 以及在国际升息的趋势下 但是还是有一些ETF在三月份逆势上涨了 是哪些ETF我们等一下来看一看 第二个是在四月份有哪些重要的ETF要除息了 相信对零股息很有兴趣的投资人都非常关心 第三个是在四月份新上市的ETF 它有什么样的特色 首先我们先来看在2022年三月份 ETF的绩效排行榜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排行榜 哪一些在三月份的表现非常强 我们来看这张表格 虽然三月份国际股市的表现不好 不过我们看到这前十名的ETF 都是缴出了正报酬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名 第一名是 接口标普高盛布兰特原油ER 单日正向两倍 它的涨幅高达22.86% 大家可以知道石油在三月份涨得非常多 突破了100美元 四月份虽然因为美国释出战略除油的关系 让油价稍有下跌 不过整体来看 因为战争的紧张关系 还没有办法能够快速的缓解 而且看来和谈的进度也不如预期 所以原油价格维持在高档 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名的接口 布兰特正向两倍 它达到22.86% 接下来可能还是维持一个相对强劲的高档 第二个是富兰克林华美全球捷径能源 ETF基金它的涨幅高达16.09% 同样的捷径能源里面 也是最近在能源危机之中 你除了是石油天然气这些大涨之外 相对的捷径能源也会有很好的表现 那第三个就是元大的标普 它是一倍的 涨幅是相对的少一点 但是也是有13.8% 第四个大家可能会比较意外 因为它跟原油没有什么关系 它是富邦印度ETF陕型基金的 富邦印度正向两倍基金 涨幅达到10.03% 主要在全球股市下跌之际 自身事外的印度 反而在这一波市场的跌势中 它反而是逆势强劲的 市场也传出 印度趁着最近的机会 跟俄罗斯买了不少低价的 天然气跟原油 那这也是大家认为 印度可能在这一部分 有一点小小得力的因素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台湾有名的两党 跟蔚来车有关的基金 一个是富邦蔚来车 一个是国泰全球智能电动车 ETF也同样都上榜了 两党跟电动车相关的基金 里面有很多成分股 是跟捷径能源 还有除能技术相关的股票 所以他们这两党也都很强劲的表现 富邦蔚来车涨幅达到9.02 那国泰全球智能电动车的涨幅 是达到了8.05 这是以上 我们重点帮大家介绍一下 三月份里面表现比较强势的 那在整个四月份 他们是不是会表现这么好呢 也许可能没办法继续涨幅这么大 不过呢 因为他们还是处于在这个 过去这一段期间以来 比较市场比较重视的这些能源 或者是电动车未来科技的趋势 所以应该也不会有太差的表现 油价的这个波动呢 受到这波战争影响非常大 我们来看这个图卡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战争大约就是在2月下旬的时候 开始发动以来 油价就出现一个急速往上冲的趋势 大概就从85美元这个价位 一口气冲破120美元 甚至一度都要顶到130美元 接下来虽然因为战事的反反复复 油价有一个上下的比较大的波动 可是可以看到 它大致还是都在96美元到120美元 这个区间做一个非常强劲的高档盘整 最后一个我们讲到科技的ETF 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科技ETF 过去这半期间已经闷了很久了 跌幅也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这些科技成长股 在这个美国的升息趋势之下 一直就有回挡的压力 从去年10月开始 因为担心联准会会加速升级 把市场的资金收回来一直通膨 那所以这些本益比比较高的科技股 因为未来可能成长力道就没有像过去那么强 就展开了一波的股价修正 那相关的ETF也从高点向下 甚至修正幅度可以大到20%到30%左右 不过在3月联准会确立它升息一码 并且给出比较明确的升息路径指引之后 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消除 再加上股价确实也跌升了 因为我们常说一句话 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反而带动了科技股ETF 拉出这一波明显的强势反弹 那么看完了3月ETF接效排行吧 我想大家最关心的 应该就是你的ETF要除息了 那在4月20号 预计会有28档的债券ETF 跟5档股票ETF会除息 那想要参与除息的投资人可以特别留意 那如果你是长期持有人 应该也很开心 因为在这个除息的期间呢 你是可以考虑是不是要利用除息之后 再做一个加码 因为你在除息之后加码 有一些ETF它会有明显的一个前期的趋势的效应 那这些是你可以根据它过往的趋势来做一个判断 那我们先来看这张4月20号要除息的股票 ETF一共有5档 分别是永丰台湾ESG代号是00888 它是既配配息金额是0.03元 那第二个是富邦科技代号是0052 它是年配配息金额高达10.19元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吃惊 为什么0052可以配到这么高的息 因为它配到高达10元以上 那事实上这次可配金额增加呢 主要是这两三年台湾科技类股表现特别突出 尤其是台阶从200多元 急涨到现在的股价大约600元 这段期间因为累积了丰富的资本利得 所以这个基金就根据公开说明书的可分配条件 进行了收益分配 那以0052它配息的金额10.19元 那根据4月7号的股价121.55元来计算 它的股息殖利率高达8.38% 这在ETF里面算是一个相当高的配息 现在我们看第三档是群艺道琼美国地产 代号是00714它是既配 那最近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呢 也在这波空棚趋势下涨幅也蛮大的 我们看到群艺道琼美国地产的配息金额也很不错 配息金额达到每股0.36元 那同样以这一天的股价来计算 股息殖利率是1.5% 不过大家注意这是既配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群艺道琼美国地产 可以维持这个配息的动能的话 那你可能还要乘以4 也就是将近6%左右 不过还是要看最后每一季 是不是都能均匀的配出这个高水准的配息金额 那第四档是富邦美国特别股 代号是00717它也是既配 配息金额也相当不错 来到0.14元 那根据它的股价15.48元来计算 持续表现也不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最后一个是台湾中小ETF 它是00733它是半年配 以配息金额来看只有0.24元 但跟股价39.09元相比 配息是低了一点 不过台湾中小特色是 它在股市多头的时候涨势非常强劲 所以它主要是来看它的资本利得 所以配息并不是它最重要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债券ETF它一共有28档 那这些债券ETF的配息都相对的稳健 其中有一些还不错 像是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或是一些电信债 这些相当稳定 大家可以快速的参考一下 那其中几个配息比较高的 我们大家可以稍微来留意一下 像是远大投资级公司债 代号是00720B 它是既配 每股是配了0.43元 它现在的价格是38.82元 也是相当不错 另外群艺15年IG电信债 00722B 它是既配 配了0.41元 股价是42.01元 这也是相当不错的配息水准 再来是国泰1到5年的高收债 它是既配 它的配息金额来到0.58元 股价是37.44元 那这一类也是 目前在这个升息趋势下 其实是相对会比较强劲的债券类别 因为在短年期的高收益债部分 这部分通常受到利率波动的影响 是比较小的 另外还有一个类似可以注意的 是富邦全球高收债 是00741B 它也是既配 配息金额达到0.45元 它的股价是36.61元 第三个重点是 新ETF上市在4月21号 会有新ETF挂牌上市 它是由富兰克明华美投信所发行的 FT台湾Smart ETF 00905 这档ETF 这是一档以价值品质动能 以及市值为选股音质的台股ETF 标榜了一个Smart选股基因 采取既配息的策略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以上就是Smart ETF 4月份的月报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Smart人人都能学会ETF 我们下次见